各位观众,欢迎收看《股坛思见》 今天和我们分享对股票正经看法的 仍然是施永青先生和C基金的基金经理李浩德 两位,过去一个星期有一个资产 很多人都提起过 和我们上周的题目都似乎有关系 上周的题目都提过是泡沫形成 近来,Bitcoin破了历史新高 升超到21000美元以上 两位如何看待资产 虚拟货币是否未来投资的新趋势 浩德先说 虚拟货币近几年,成为一个很大的投资主题 尤其是,很多人一开始认为新的科技 亦是认为传统的资产,没有一个保障 政府不断引銀子 所有资产亦是政府操控 他们认为区块链和区块链 等等的虚拟货币 可以是一种好的避险资产 最主要原因是,上升的动力非常之厉害 令到很多投机成份亦加强 不过我自己觉得,这个资产 暂时来说,都是比较少众 在主流的投资当中,虽然升了很多 但其实,是否真的成为一种 很主流,大部分比较专业的投资者 都会参与的资产 我自己暂时的判断是未有的 我想,整个资产 都有不同的参与者 政府的角色亦需要留意 例如,之前Facebook 都牵头做新的虚拟货币 不同政府在电视上 都有些声音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 不应该留意一下 它的发展 而且,今年已经升了两倍 我觉得炒风也挺切烈 施生,我知道几年前 曾经写过一些Bitcoin的评论 近来炒风那么切烈 你怎样看,是否可以长久 还是短期泡沫 我自己觉得,这个世界 有得升的东西,都是有人买的 但是,我自己个人就不会去投资Bitcoin 现在,它之所以会升 建基于,大家对货币系统有怀疑 Bitcoin说到它的发行量 受到的程式制约,不能随便加 但Bitcoin有限 但是,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制造类似的货币 出来的 Macon,Macon都有 实际上供应 都可以无限量 Bitcoin说要挖掘 挖掘的过程中,只是浪费电的过程 它没有建立到一些新的价值 对人类 没有增加到价值 所以,我自己觉得 你原始一点的货币 黄金、白银 它都有它真正的地球上的稀有性 它亦都 比如闲亮 又多人喜欢 历史上多人用 它不会氧化 有很多货币的基本因素 但是 Bitcoin,我认为它既无政府在后面撑 又不是一个自然界稀有的矿物 所以,我不会去投资 因为基本上 一个货币要有流通能力 有交换能力 现在,虽然有些地方说是瘦 但是,仍然是少数 最有用的就是用来洗黑钱 被人叼身,拿来缩 买地下核子武器 这也是用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Bitcoin越流行 政府就越早会出手去限制它 我相信,最不愿意看到它流行的 就是现在最流行的美元 美国政府一定不想 自己的地位被人取代 所以,Bitcoin的投资风险都不少 大家都要注意 说起泡沫 过去几年,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都有泡沫 所以,一旦美国制裁或是对中国有围堵的行为 中国有可能外循环方面 是会停滞不前 但近来,数据显示 似乎中国经济仍然非常之好 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会否中国经济,跟过去很多人的悲观情况 看法是完全相反的呢? 我自己觉得,如果最近的观察,大家都会见到 今年2020年,大家在疫情当中 你会见到,其实中国整体,虽然我们的疫情 是比较早出现 我们差不多在1月底,已经是 首先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影响 但整体疫情的控制,以及经济影响 甚至受控后,整体经济反弹 其实是做得比较好 而西方国家,例如美国 他们3月才开始受到影响 但他们的重创情况比较明显 而现在,当我们国内的经济活动已经开始正常化 其实他们才刚刚起步 我们比较先半年 如果你相信数字 今年全年,虽然中国大陆的经济都有影响 但我们的GDP,都应该全年有正数 而美国,就算早几天,联储局自己出来说 今年,他们仍然是负数 明年才升4% 才能拉均匀,调用水电 所以中国本身,实际上经济有韧力 比大家想像中强 我自己看,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不是一年半载的,即十年八年 我觉得,中国的股市 基本上是落后于经济形势 包括香港 因为香港和中国的密切关系,亦都一起受拖累 出现的情况是,当时中国即将崩溃 又有所谓支爆 所以,虽然中国经济一年增长 6、7% 8%,甚至双位数字 相对美国的2、3% 已经算很好 股市应该反映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 实体经济有这样的增长 最初有些数字是假的 但实际上,我在大陆工作 知道,有很多数字是假的 但有很多数字是假的 有很多数字没有出来的 所以,实际增长可能不止这个数字 因为前景被描述到不亨 包括泡沫,债务又会爆破 加上这两年,例如香港的问题 美国的制裁 过去那段时间,大家对前景非常担忧 香港的情况 例如楼市、股市 例如今年年初,某种程度都没有仇云产 人们要移民,带钱走 香港的角色就没有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因素 香港的股市没理由 很久之前,我们已经3万点了 那时美国,都是2万多点 现在人们变铃棒棒,升了 我们不可以升 所以,我之前在这个节目中说 其实,很关键的中国经济 在美国的种种压力下 究竟是被壓低了,壓到只能維持原狀 還是可以繼續高速發展 這是很關鍵的 不僅沒有資爆,還是扭轉的勢頭,在你壓著 美國出的力量,不少在貿易戰上加關稅 差不多覆蓋所有中國的產品 有一部份加十多元,有一部份加25元 在這樣的壓力下,又恐嚇 要不讓你的公司來我上市,我會瀏覽你 共產黨的人不可以去美國,不可以去美國投資 出的力量,是很大 如果在這麼大的壓力下 一般的想法,中國會死硬 很多人評論,貿易戰是美國贏到差不多盡 中國無力招隔 但出來的情況,美國依然是貿易赤字 中國的貿易增長,貿易盈餘破紀錄 上個月,出口達到21.1% 當然,這是在疫情下 很多東南亞國家,或人工比較低的地方 都無法完全恢復生產 所以,很多製造業,又回到大陸 我在大陸造廠的朋友說 折單是折到折不折的 從來都未折過這麼大額的單 其他地方無法生產,是中國有得生產 所以,中國的生產相對有保障 雖然,美國之前也有很多消息 口罩不合格,藥又有問題 玩具有毒 但仍然是拼命買 因為中國產品,實際上 這幾十年不斷改善 亦有些質素相當不錯 現在,很多中國對外的聯繫 在這段時間,不單止沒有萎縮 更加強 用開了,要轉變 是有難度的 所以,在疫情期間 這當然是特殊因素 有些人說,疫情過了去 會跌下來 其他地方都有得生產 但,亦都看到中國的競爭力依然存在 有些位置,一旦吃了下去 市場一旦佔有了 再拿回,是有難度的 所以,如果在這段時間 看到中國經濟,是一直上升 疫情改善後,都會上升 之前對大局的評估,就要扭轉 我最近看到,很多西方投行 他們對中國的前景 其實已經在轉調 看資金會流入中國 買中國的債務 中國的經濟前景 讓他們看得更好 如果這種觀點一旦成立 以前的投資定位,就要完全改變 我記得,我們最初做私基金的時候 中國的債務,現在不太好事 起碼,外國沒有什麼人有興趣 不過,我們只是爬疫水 最差的時候,可能是最好的時候 所以,我相信,如果中國真的壓不住 全世界的投資者,都要重新定位 因為香港,即使房地產市場 其實今年,都沒有什麼動作 都是因為,對中國的前景,有一個問題 如果中國前景一旦明朗 整個股市的投資 大市的投資,房地產的投資 各樣都會變化 施先生,提出一個比較多人提及的論點 就是,中國香港經濟很不錯 但是,股市長期都不能突破新高 但施先生說的是轉世 你認為,中港股股會有一個大的變化? 過往幾年,事實上 全球資金,對於中國和國內的股市 佔比,其實是低的 我看過一個統計 全世界的股票資金 相對於,MACI去全球分佈 大陸是underweight 反映了過去幾年 大家都覺得,國內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尤其是,對愛國的投資者 始終美國,是一個比較主流的資金 其實他們也有少許保留 但過去一兩年,你見到 隨著國內的經濟繼續發展 和資本市場開放 其實,國內的資金 我又要討論一下施先生 就是,資本無祖國 他見到,國內的投資機會比較高 例如,債市 美國印銀子,印度一法不可收收 非常低 但國內,在某程度,我們仍有秩序 現在,大陸有機會加息 對,因為經濟比較好 現在,中美的息息,長息是歷史新過250多點 引發了很多債券投資者 如果中國經濟不太差,而有利息高 很多的錢,透過債券入入中國市場 股票亦都是 尤其是經過香港,作為一個滬港通、深港通的渠道 這兩三年,亦都是為了國內 很多國際資金,透過渠道入入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會形成 現在,大家對主觀地覺得 中國經濟有保留的情況下 資金一直流入 只要令大家覺得,無論是股值也好 如果香港的增長前景,港股或A股 可能比國外其他投資機會好 我覺得這件事,會加速 這件事,會令到未來一年,應該看得好一點 其實,有一件事,你拼命,拼命 拼命,也拼到頭上來 你知道,它不容易拼得低 現在美國,其實出很多力 這隻股票又說,不讓美國人買的基金 又說,不讓美國人投資 實際上,中國在這種情況下 應該一塵不起才是 但它實際上,生命力仍然很強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世界真的要找一段時間 重新檢討,投資定位 如果這件事一旦出現 那個變化,會很大 問題是,何時出現 如果真的禁不住中國經濟 你認為對香港有甚麼影響? 可能是,資產價格或整體經濟發展? 我相信,如果中國經濟是繼續好 它的外循環,是沒有選擇 而是更加擴大 香港的角色當然多 原本要轉型 它變成不用太大轉型 它都可以維持原本的經濟水平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股市、樓市,我認為信心會大很多 還有,升幅不像這兩年 18年,中原城市指數見了一頂之後 現在,上上下下都不超過10% 我相信,會有一個天翻覆地的改變 最後,我問一問,好得 年底時,頗多的金融界人士 會對明年的股市作出預測 假如資產提出外循環的形成 已經擋不住 你認為,未來一年 港股恆生指數或各種指數走勢 你預計是有多大幅度? 我告訴大家 明年,很大機會 像今年這樣 投資機會和指數相關性低 今年,指數暫時到今日我們拍攝 應該都是負數 但今年,投資機會都幾多 我覺得明年的形勢是一樣的 其實,會兩極化 甚至,我都可以同意 最近,社民也有提及到 經濟復甦出現一個K型的反彈 一般人說,經濟反彈是V型、U型、L型、W型 V型 זה技術一致打垮 減軸火腦是炎樂 復甦需要慢慢收復 L型的反彈則當中ыми字 V型在底位上上落落,沒有太大變化 甚麼是K型?是字母 K是一棟,左邊一筆向上,一筆向下 接下來的經濟,並不是一面左右 來到這個位置,有一部份向上,變成V型 有一部份還是拆水,就是K型的另一棟 另一邊,都是落落,不過落少一點 我們的世界,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表現 中國反彈的時候,可能美國還在拆水 有些國家好一點,可能跌少一點 所以,不同國家要不同的看法 行業都是,在疫情下,發展得很快 香港TVMall,都生意多了很多 做團購,生意好,外賣 但也有一些傳統的經濟,一層不起 傳統經濟裏面,亦有些有實質的 可能可以維持有些,又肯學新科技,應用得好些 可能人家跌多些,跌少些,反彈都會快些 所以我們在投資的時候,已經不能夠一視同仁 去做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地區 有完全不同方向的表現 這個是,接下來一定要留意的 但整體來說,我認為中國區、香港區 在K字入面,可能是左邊上升那筆 所以我想,我們C基金的部署 對明年都看得好些 所以我們近期,將港股和A股的比例 在近期,都是加倉當中 亦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C基金實際表現如何? 去到昨天,我們今年到現在,扣除了表現費 應該是43%左右 如果不扣表現費,應該有一半 因為我們C基金,如果幫客人賺到錢 就會收取15%作為表現費 所以施先生問,如果扣表現費之前 可能我們今年就接近五成 所以我看股壇思見,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今天就學到K型反彈 各位記住,密切留意外資或其他資本市場 會否對中國的看法改變 我們今集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 不妨去網頁或打電話 在我們查詢 我們下集再見